近期,在2020年世界半导体大会上,台积电称,3NM芯片工艺制程将在明年上市,在后年将大规模量产,并且2NM1NM制程根本不是问题。 消息一出,很多人对此感到震惊,要知道我们国内的中芯国际14NM制程才刚刚量产,看来我们的差距不是一丁半点啊,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?差距到底在哪? 据悉,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研发不如买的思想,没有研发出更好的技术,所以一直都是依赖于美国高通等企业。 但是最近两年,美国对我国的芯片进口进行了限制,使得我国的很多企业被卡了脖子。 也因为这些原因,中芯国际一直处于较低端水平。 直到现在,我国的中芯国际还处在14NM制程水平,而台积电5NM芯片已经开始量产。 两者不论从技术、市场还是营收、利润、差距都比较大。 在营收中,台积电主要是靠先进的工艺,50%以上的营收来自16NM以下,而中芯国际主要靠落后的技术,96%的营收来自28NM以前的技术,导致中芯国际的营收和台积电差距越来越大。 其原因就在于我国中芯国际生产的全是落后工艺芯片,单价低,利润也低。 总之,差距还是在于我们的工艺水平太差,技术水平不行,台积电主要靠先进工艺,而中芯国际靠的是,自然差距就越拉越落后技术大。 虽然这次遇上了麻烦,但是也给我们提了个醒,那就是核心科技、核心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,这样才不会被别人卡了脖子。 我们不能再有以前研发不如买的思想,因为这样迟早会被限制的。 加油!中芯国际! 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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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